海外网10月10日电,李登辉从今年6月,篡榜日本冲绳之后就在没有公开露面,近日传出他因为食欲不加暴瘦4公斤,并拒绝退化,还因为急性评系入院检查。 李登辉与蔡英文台媒资料图,据他没消息,现年95岁的台独大佬李登辉早前采访日本时,出入机场都要做伦理逮捕,回台之后也一直没有公开露面,媒体传出他取决退化,胃口不好,并报数次公斤,还因为急性评险入院检查,也有心理人试着,李登辉因为饮食习惯改变而变瘦,而吃,喝。 血都没有问题,从8月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往委会时的照片可以看出,当时李登辉整个人倚着背靠,看起来了有些虚弱。 今年来,李登辉已多次被传出病王的消息,甚至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燕军曾直言,不要每两个月就来问一次,据台湾中央市报道,就在上月9月,就有消息称李登辉病危,而蔡英文则带着鸡汤前去拜访,像是主动帮李登辉破除死亡传言。 蔡英文在脸书发文称,李登辉精神很好,闲话交常很久,据悉蔡英文带了对好的优善吉他送给李登辉,请人做成料理包一方便加热食用。 并祝李中秋节愉快,李登辉昧日,热脸贴冷屁股,台独大佬李登辉早已退休,但仍然不甘寂寞,始终不愿意愿力政治。 今年6月,李登辉参照日本,出席于945年冲绳战役台湾,无人战末者为灵杯的皆碑仪式,并叫嚣日台要合作对抗大陆,遭到岛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。 中华海域业权益协会理事长庄明宗指出,李登辉傅冲绳发表的日本与台湾合作对抗大陆的东海与南海的活动,推动参与日间的军事交流等言论,透露出李登辉妄想勾结日本,破坏两岸关系的丑恶嘴脸。 一直以来,李登辉知日和力挺台独作法广受诟病,但其人执迷不悟,至终是电子报消息,李登辉曾投述日媒。 趁二战期间,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,对当时的台湾人而言,日本才是祖国。 台湾对日抗战不是事实,是为了祖国而战,其言论引发轩然大波,岛内政治评论交往之前愤怒发文,趁李登辉不带说谎,还反串日本人,痛批李登辉背骨卖台,根本是国贼,眼里正哪想当日本人,但其实只是日本奴。 庄林宗也指出,李登辉这次句句,都像是在为日本发声,不过可惜的是,李登辉此句完全是热脸贴冷屁股,日本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,他没评选台湾历史诸人。 李登辉蔡英文搞句前两位此前,台湾天空传媒曾以历史大审判,谁是台湾发展的历史罪人,为其进行网络票选,将网友票选出心目中,台湾历史的罪人。 结果李登辉,蔡英文搞句前两位,据悉,这次票选共有1244人参与投票,李登辉以3,61票荣登榜首。 投票民众认为李登辉胜教育台是日本的,这句否则拥有教育岛主权的话,实为丧权属国,也让人怀疑,李登辉其实是日本人,更有人戏称他是李帆天。 第二名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,网友认为身为领导人的他对台湾的政策,好像自己都搞不清楚,一丽一生混乱,连岸政策取其不定。 当初蔡英文多次批评马英九,现在坏他执政,却搞到一态孤独,对于李登辉的台独言行,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曾明确指出,这充分暴露了他错乱的历史观,可耻的殖民无化心态以及顽固坚持台独,主张,破坏两岸关系发展, 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显恶用心,已经引起了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,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,出卖民族利益者绝无好下场,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海外网注销。